我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我们水下的一些突发的状况 那首先呢我们所讲到的是一些人为的突发状况 最常见的是我们一面镜在水底下经常会进水 那当我们遇到面镜进水的时候呢 我们有很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它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鼻子增加我们面镜里的压力 然后让我们的水自然而然排出 那这个方法呢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要提醒大家注意 当我们做面镜排水的时候呢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眼镜的方向是冲在我们的前方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让我们的眼镜里的水从眼镜的下方排出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排水的时候是以羊头的方式 然后在水底用你的大拇指掀起你眼镜的下缘 然后再用鼻子吹起 那这个动作呢注意的是我们眼镜掀起来的时候 不要掀得太大 这样子的话你水倒会进去更多 那除了面镜进水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软肋腿可能会掉下来 或者是基本上大部分会掉下来的原因也是人为造成的 比如你的前半踢腿的时候不小心正好踢到它 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几点呢 一个是首先也是不要慌张 那我们有一个规范动作是 让你的身体倾斜 用你的手臂伸直的方向先摸你的大腿 再摸你的气瓶 然后以一个弧线的方式 然后捞起来 然后用你的左手去摸你的手臂 这一连串的动作呢 是让你用不再用眼睛去观察的情况下 能够找到丢失的这个这个regulator 那你摸到它以后呢 拿起来把它放在嘴里 用吹气的方式把regulator里面的水给吹出去 那这样子可以再继续呼吸 这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找回我们的regulator的方式 那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呢 除了设备的问题 我们还有一些个人身体上的突发状况 那比如是我们的脚抽筋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潜水员呢 在潜水之前呢 还是要做一下热身的运动 也建议呢 大家在平时不潜水的时候呢 也是多做运动 增强自己身体的体质 那当我们遇到潜水的时候 脚抽筋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用手抓住你的脚脯的顶端 然后往后掰 使你的韧带仪成为一个直线 然后把它拉长 这样子就能减缓我们抽筋的这种症状 那当我们在水下抽筋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最好是不要独自去处理这个事情 还是请你的潜伴过来帮你 那说到这个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当我们在潜水的时候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潜水 就算你是在再熟悉的环境 你的潜水技术达到再高的级别 也是要两个人一起去潜水 因为当你一个人手很有可能你发生突发状况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处理它 当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耳压平衡的问题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当我们在潜水下潜的时候呢 我们耳朵会产生压力 会造成我们耳膜非常的疼 那我们建议大家潜水的时候 首先是下沉的时候要慢 然后我们做耳压平衡的频率要快 那我们耳压平衡的那个处理方式呢 是闭上嘴 然后用手捏住鼻子 然后轻轻吹气 这样子你能感受到你耳膜有一个 就是凸起来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的耳压平衡就有做到 那当你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耳压平衡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结束这一次潜水 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潜水员可能下潜的时候 稍微会快了一点 那造成我们耳朵非常的疼 那我们缓解这个疼痛的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们上 就是往你的上方游一点点 这样耳压 就耳朵疼痛的这个症状会减轻 那我们当我们耳朵症状 疼痛的症状减轻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往下潜 同样也是要再以三秒一个耳压平衡的速度来减缓耳压 当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水母 大家也知道水母是有毒的 如果它触碰到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会产生非常痛的痛感 你至于如果严重的话 会危及生命 那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不管我们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潜水 就算我们是在非常暖和的暖水域潜水的时候 我们也要穿一个薄的水母服 这样子的话会避免那个水母跟我们的身体亲密的接触 那在我们南加州潜水呢 还能遇到一个也是就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的一个雨内 我们叫它Stingray 它的样子呢就像蝙蝠一样 游的时候有一个尖尖的尾巴 那我们经常呢也会去暗浅 那暗浅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背着我们的装备 以倒推的方式去入水 当走到水漫过我们的胸口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在水里开始游 那我们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会踩到或者伤害到这个Stingray 那Stingray平时在海里我们看到的时候呢 它并不会攻击人的 可是当你踩到它就踩到它的时候 就像是有人踩到你的脚一样 你可能会叫起来 那它也一样 它可能就会用它的尾巴去攻击你 我们以脚贴着地面这样行走的方式呢 搅动我们周边的这个泥沙 提醒Stingray尽早离开我们的行走范围 当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呢 如果在海里遇到一些你不了解的 或者是未知的生物 或者是颜色非常鲜艳的生物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去触碰它 然后远离它 游走远离它 因为基本上像这种东西 你不太了解它有没有毒的话 它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